也變太胖了吧 自從我工作後 就是整天坐在椅子上 辦公室又有吃不完的零食 晚上還要陪老婆吃好料 不到半年 這已經是我人生的肥胖巔峰 但距離台北馬 剩不到三個禮拜 嚴格來說 我只剩20天訓練 萬事起頭難 第一天就先以簡單的長跑 抓回很久沒有跑步的感覺 第二天才帶點速度 第三天 撐一下無恙 咬夠酸 有跑過步的人都知道 連續練三天一定超痠痛 但還好我有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你看那些頂尖的跑者 有個頂尖的跑者 需要迅速的恢復 我只吃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不信你用的營養師 現在已經有無數的paper指出 原型食物有它絕對的優勢 其中我唯一推薦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更何況現在有很多沒時間運動的上班族 平常上班 壓力帶就想吃甜食 想維持八塊雞 好難 但還好我有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超大的份量 給我滿滿的飽足感 讓我根本沒有多餘的食慾 吃更加垃圾的食物 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給我多年來冒昧巧身材 我跟你講 這一次我就打算靠著 冒冒糖 苦無雞胸肉 完成我就是 台北馬超密集訓練計劃 跟短期中期截止 是不可能農何任務 農農糖 吐死了 Let's go 第四天 讓腿休息一下 做點核心 訓練的第五天 看看我收到了什麼 好 破紀錄了 喔 夢寐以求的跑鞋 最後一開始 今天不想跑步 來走 彈跳 訓練 好 很好很好 5.5可以 排個乳酸 排個長跑 四個一千公尺 三分三十 九秒 傳說中的 都然國小 回到都市 三個 四百公尺 創世 中間修 四十五米 喔 今天不用跑步 但是要做電線訓練 台北終於 沒下雨了 來跑 最後一次長跑 16.5K 四分三十二秒 台北馬倒數八天 台北馬倒數七天 這個禮拜 都要這麼早起 進入比賽的最後一個禮拜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肝糖超補 嗯 好燙 肝糖超補法 是為了解決馬拉雙選手 在後半段發生肌肉無力的現象 運動需要的能量系統 是使用肝糖轉換成葡萄糖 也就是說 在長時間運動 肝糖存量要到一定的基準 像我這種以前沒有在訓練 跑量堆不夠的人 肝糖可能沒有辦法支撐我 跑完一個半馬 更不用說是全馬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肝糖超補法 來增加身體的肝糖存量 一般肝糖超補法需要七天 第一天配合高強度的訓練 接下來三四天就是低碳飲食 然後在比賽的前兩三天 開始大量的攝取 碳水化合物 然後在比賽前一天 休息完全不動 讓這些碳水化合物 轉換成肝糖存在身體裡面 根據科學研究 這種肝糖超補法 可以讓你在比賽超過90分鐘後的表現 能夠維持在一個很不錯的基準 但有吃過低碳的人一定知道 在低碳飲食的階段 非常的痛苦 能吃的東西其實不多 大部分的東西都不好吃 所以常常會發生的情況就是 低碳的階段 沒有辦法熬過三四天 但沒有關係 冒冒糖幫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一份150公克 裡面只有3.6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使用台灣土機保持它原有的口感 讓你輕鬆熬過這段低碳飲食的時間 好爽 台北馬倒數六天 剩六天冰戰 現在課表越來越輕鬆 今天只要跑 兩個四百公尺 四天 今天兩個兩百公尺 來了 沒有 - 請問一下戰隊,後台北高 - 到了 - 喔,明天就比賽了 - 好緊張喔 台北馬是我參加過第一個 - 需要綁Transponder的比賽 - 好啦,穿完了 - 那我們明天台北馬見,晚安 - 雞魚,防疫,我就不把口罩拿掉了 - 還好雨沒有下到太大 - 跑起來應該是算蠻舒服的 - 把東西放一放,準備熱身 - 哇,跑完了 - 超大的PB - 這次大會成績1小時31分17 - 我的DK我回去看了一下是6分數 - 我覺得很可惜,真的差在出去的DK - 下一次就有機會破90 - 回到家了 - 老實說我對於今天比賽 - 真的非常非常的滿意 - 不論是身體的狀況也好 - 訓練狀況也好 - 飲食的調配也好 - 我覺得真的是樣樣俱變 - 那這次的成績 - 讓我排名到總195 - 前面大哥大姐 - 佩服佩服 - 好,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 這三個禮拜來 - 有系統的訓練 - 正確而且乾淨的飲食 - 最後的身材 - 能夠從一個胖子 - 變成... - 其實我會給自己一個非常不錯的分數 - 至少在肌肉量有增長回來 - 整體脂肪就是有下降的 - 瘦身不外乎就是飲食跟運動 - 但是當你沒有時間運動的時候 - 飲食就是你唯一的選擇 - 貓馬糖 - 苦雞胸 - OK,我是Darren -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 幫我在底下留言分享 - 很讚,祝你瘦身運動愉快 - 掰掰 - 欸,等一下... - 欸,等一下... - 你忘了一件事情 - 到影片的下面 - 按到那個讚 - 哇靠,頭也太帥了吧 -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 按下去就對了 - 喔,欸,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 我跟你講 - 這支影片超級好笑 - 欸,還有這支 - 這支影片... - 喔,掉了 - 厲害了厲害了 - 不信你點點看 - 真的啦,你點點看 - 欸,你點點看啦 - 欸,點...點點看...